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關於我在花園種了一些小植物 大概在2個月、3個月前 我就開始種植這個小植活動 每天都會花一點時間去到館 帶大家去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走廊開始 好,大家看到走廊其實 看到已經是一盤砂糖吉 這盤砂糖吉你看到它有結果實質 就是它是有吉在上面 但是因為我基本上沒什麼管理 還有它太多雜草了 其實我都懶得管理 所以其實它的甜度是不甜的 即是酸的,是超酸的 我想如果大家在新年買過一些砂糖吉 如果你買過一盤回去 有時候可能會放在公司 但是那盤東西其實很多時候它生得很漂亮 但是其實吃起來是一點都不甜的 一點都不甜的 這個我也是,OK 你看到其實它生得超漂亮的 生得也挺漂亮的 然後你看看它的根部 它的根部其實是超粗壯的 我記得這棵東西其實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年新年就買了一盤砂糖吉回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它種在花園的泥土裡面 我不知道是我的家人種下去 還是它是不小心掉了一顆 刺下去然後就生成這樣 我也不清楚 好 那它真的生得超漂亮的 是生得超漂亮的 OK 那來到下一部份 其實有幾部分的 好,那首先來看一下這裡 那這裡呢 你看到其實有很多盤東西 這裡加起來應該都差不多 我自己中工應該都差不多六七十盤 六七十盤的小植物 那其實這裡大部份都是可以吃的 都是可以吃的 我全部種的多數都是為了吃的 不是為了觀賞的 好,那看一下這裡先啦 那其實你第一眼看 就已經看到很多蔥 超多蔥 那有些是真的在街市買回來的 那些大家平時吃米線的那些蔥 那另一些就是一些 乾蔥頭種出來的蔥 其實都是蔥來的 但是可能上 可能在味覺上就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它都是蔥來的 都是蔥來的 有很多盤很多個 然後黑色這盤就是等它發芽 那等它發芽的時候 你就可以種到那個水杯那裡 你看到我有很多個水瓶 那些水瓶裡面就裝了很多個乾蔥頭 OK,那看一下另一個 那這個 那這個就是超細超細的乾蔥頭 但是它也可以生到蔥出來 其實也挺神奇 因為它真的超細粒 你看它的瓶口 即是比它的瓶口還小 我為了令它不要掉下去 所以我特意找一些鐵線 翹著那個位置 對 那都不建議 如果大家有興趣中 大家有興趣中 可以跟我這樣玩 我覺得挺特別的 那跟著這盤紅色的 就是小白菜 那這個小白菜 我不知道多容易吃得的 都是一樣的 好,然後就是重頭戲 重頭戲就是士多啤梨 超級漂亮 那這個士多啤梨 那這個士多啤梨呢 就... 那個樣子呢 我想那個樣子其實就... 比起大家在外面買的那些 其實應該外面的那些漂亮很多 但是我可以說得出就是 我種的那些呢 因為我吃過了 這三顆 是甜的 是甜很多的 對 甜茶就是它這個品種 那我就寫下了 對 那就放下了 那你看到那些大部分都是士多啤梨 對 那讓大家看看 好,這盤 這盤也是啦 都是士多啤梨 但是未生未結果實 那這盤也是啦 那這盤 那這盤你看到很小顆 不知道是因為這個肥料不足 所以它那個狀態都不是太好 因為我還有一個初階的階段 就是一個新手 我不是很清楚怎樣分 那些肥料幾次下 因為士多啤梨如果肥料下太多 它就有機會 會... 燒...燒葉的 對 總之如果下肥料太多 可能會對它有害 那這一棵呢 它是... 你看到它有黃色 黃黃的葉 那其實呢 是一個... 這盤東西的健康問題 出現了狀況的... 症狀 那我遲些就會... 搞搞它 那我看看我可不可以令它... 不要死 因為通常看到黃色 已經很大機會死了 好 好 很多蔥啦 你看到很多蔥 如果我需要吃的話 我就出去剪一剪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 就是為什麼我會種這麼多蔥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我看到有人呢... 就是其他人的影片裡面呢 他們都會種這麼多蔥 那可能一次呢 就收割 接著收割一次 就已經可以吃一個星期了 那我都幾... 我覺得幾特別啦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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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蔥給自己吃 挺特別的 好 那這個是新家的啦 你看到它是... 沒有任何東西彈出來的 因為大概... 等它發芽 我想應該都要等四五日才有效果啦 它會在頭上彈到... 彈到那些綠色的蔥出來的 OK 那這幾盤呢 就是原本應該是很大的棵 但是因為... 因為我... 因為我不會種啦 種錯了啦 所以呢... 它就有些... 最右邊的棵其實已經敷了 其實已經敷了 那我看看它會不會再生出來啦 因為... 它的筋有筋的 但是呢... 不知道那些筋會不會死掉啦 而中間和左手面那盤呢 你看到它有綠色的 對了 那兩個呢 都還可以生存到的 但是其他就不知道啦 OK 來到下一部分啦 嘩... 你看這一部分 真的一片死色啦 你看到它那些的葉呢 其實已經是死亡狀態啦 只有這一塊比較好看一點 其他都... 死亡狀態啦 那這一批呢 就是新買回來的 一些草莓啤莉的... 葉啦 OK 那我們一會再講啦 那這一棵呢 就是一棵... 我忘記了這棵是蹄子 還是... 是... 蹄子還是藍莓 應該是蹄子啦 這個 那我本身一開始呢 買回來的時候 真的只有一棵木而已 真是右手面 現在整條一棵木 但是呢... 我本身以為它是生長不到 會不會是我中的問題啦 但原來不是... 我等了大概幾多久呢 應該等了大概... 一個多... 一個多月了吧 一個多月對著一棵木啦 淋水啦 然後終於啦 你看到啦 那個木的位置 凸了一些少少葉出來 那這一個呢 就是它要生葉了 開始 要生葉了 那之前是完全沒有的 之前真的有一棵木啦 那這棵也是啦 這個應該也是蹄子來的 它又開始... 在某些位置已經生葉出來了 OK 那這棵... 這棵是生得最... 最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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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買回來的時候 都是一棵木來的 都是一棵木 沒有那麼多葉 它現在生得超多葉 那白色那些呢 就是它開始結果了 這個好像是藍莓 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記得 雖然我寫了那個名字 但是那個品種來的 我不知道那些品種是屬於什麼水果 生得多漂亮 接著到這個了 這個我每天都摸的 我很喜歡摸它的葉 因為它的葉是毛毛的 毛毛的葉 摸上去呢 很過癮的 它的質地 很喜歡摸 那個是奇異果的... 奇異果的葉 這個就是綠色奇異果 大家看牌也看到了 這個也是毛毛的 你看到它 毛泳泳的質感 接著這個就是神秘果 這個神秘果就是... 有一個果實就是什麼 有一個果實就是吃完之後 令到酸變甜 我就買回來看看它會不會有結果的可能性 之後這棵 大家看下去 像什麼 仙人獎 是不是像仙人獎 那這個其實呢 其實是火龍果 這個其實是一個火龍果的... 那個叫做火龍果的勁 等它關掉 然後慢慢變火龍果 OK 那這三盤呢 就是... 差不多是唯一這三盤 是觀賞的植物 這個呢 就是獸球 我沒記錯好像是獸球 這個真的... 生出來的話就會成了波 那些這樣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才長大 因為你現在看下去 它只有這麼小 只有這麼小 還有... 很多時候呢 這些植物呢 過到來呢 它可能適應不到 那些葉呢 其實死死地 你看到呢 最高的那些呢 其實是生過來的 有一些呢 其實已經是膚毀了 有些是爛了 因為不同的種化 和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溫度 都會令到它有不同的變化 那所以呢 它最頂的那些 其實是已經膚毀了 有些 要等它再生出來 才再... 即是變成漂亮的花 即是結到果實 開花 那樣 植物其實都是等開花 OK 只要它開花 其實就是一個好的證明 OK 那現在講一講這一批 那這一批 其實呢 我今天呢 就做了這個小小的手術 對 這一條片應該是大概兩三日前錄的 OK 然後呢 今天的小手術呢 就是將它的葉全部剪掉 全部剪掉 然後再生那一批 剛才講過 就是因為有機會呢 一些原因 所以令到它不適應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葉呢 其實是會膚死的 但是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幫它剪掉它 等它再生那一批出來 這樣呢 那就比較好 OK 這一部分的 新的草蘿啤呢 我就會再在 下一條片呢 講回 究竟最後是怎樣 就是 最後 他們是不是死了呢 因為你看過 影片那裡呢 其實你 看起來好像已經死了 我家人都問 嘩 是不是已經全死了 但其實不是 可能呢 有些人不熟悉的話 就會覺得 這些 已經死了 但其實這一批呢 這批呢 生得很美的 這一批呢 只要你有看過勁 他生得超美的 好 下一個 那下一個呢 是一個檸檬 這些是檸檬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肥料問題 還是那些泥土不夠營養呢 所以呢 有些 檸檬就不太美了 最後這一個呢 就是 很大的棵樹 這棵樹呢 有 這棵樹應該都差不多有 十幾年了 這棵樹 這棵樹搬進來住的時候 這棵樹已經在了 但是呢 嗯 其實沒有一點淋水的 老實說 但是他都生存到 很神奇 對 我開始了種植之後 發現呢 植物這個東西真的很神奇 就是可能呢 無端端會有些植物 會在泥土上生長 就是可能那些雜草 又等等 或者其他東西 我這裡之前呢 有一棵是芒果樹 木瓜樹 木瓜樹 不是木瓜樹 但是後來呢 後來沒有管理 所以整棵木瓜樹死了 但是看看 遲點會不會再買一些 吃得的東西回來種 OK 那這次的影片先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分享一下 種植的小天地 拜拜 拜拜